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想要用回圈 幫我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幫我1加到99 然後告訴我答案是多少的話 那我程式應該如何寫 當然首先的話 我們來Run一下 大概是 首先第一個一定要開一個新的module 然後我先把我之前寫的直接先貼上 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那首先的話 當然基本上 如果你要寫一個簡單的 比如加種結果冒號 它是4950的話 那首先的話 我們應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會需要一個變數 就是累加的結果 也許我就給一個叫ANS ANS這裡面呢 預設值0 如果我將來需要讓它先產生1 1之後幫我累加 然後再產生第二個 就把它加1之後變2 然後把它跟前面的數字加在一起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用Fone回圈好了 所以Fone回圈裡面的話 我需要後面加一個i好了 i是一個變數 不一定要叫i 有時候為什麼都是i 你用別的也可以啦 OK 習慣會用i 然後我會需要一個清單 有點像Excel 如果你1加299 如果Excel 你會怎麼做 你就是直接什麼 先1嘛 有沒有 先輸入1 然後向下拉 然後按Ctrl鍵 有沒有 Ctrl鍵我加號 有沒有 然後到99 有沒有 99的清單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加一個 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上函數嘛 然後它就是直接幫你加在一起的 OK 4950 所以呢 同樣的道理 當然你說 那我用這個就好了 幹嘛學拍樣子 不一樣啦 OK 有些東西如果你是有什麼都可以的話 而且你也不可能所有東西都用滑鼠鍵盤吧 那如果你用滑鼠鍵盤代表你要塗法鏈鋼 因為你要一個step 一個step 一個step 慢慢來 你就不可能程式化了 OK 好 那如果假設你這個動作 一樣的道理 我們需要先產生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 它就是1到99 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產生清單的話 在Python裡面 它就是有一個函數叫range range的話 後面會需要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的話 從哪一個開始 1嘛 開始是1 到99 所以後面第二個參數的話 就是哪個數字停下來 停下來 特別是停下來是不會被執行到的 所以如果到99 記得 99的下一個 所以你要100 第三個逗點的話 就是它中間間隔多少 step 它中間間隔 如果假設我間隔1的話 那我就出入1 不過理論上如果間隔是1的話 對 可以省略 不需要沒關係 OK 所以理論上是1到100 那就是幫我產生一個清單 就是1到99 其實就是各位 這個range 其實就是各位在Essale裡面看到的這個東西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如果沒有具體的話 很多東西 比如說這是什麼東西 好 結束的話就冒號 跟後迴圈一樣 冒號 enter 那記得enter的時候它會縮排 一定要縮排 我剛剛講過 如果沒縮排 可能會出錯 那這個縮排就是在裡面要做什麼事 那它已經幫你ready了 它幫你做什麼事 我這個時候會幫你從1產生到99了 那底下的話你要做什麼事 我要把那個i累加在ANS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要怎麼累加 這個可能要稍微學一下 ANS它裡面的值等於什麼 它自己本身 對 加i就可以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它的運算 這個等號我前面講過 這個等號是把後面的運算結果 放到前面去 對不對 這個意思 這個也是常常同學問說 老師 我是卡住了 不知道為什麼跟以前數學不一樣 本來就是不一樣 OK 所以這個要小心 那這樣程式都寫完了 對 有沒有 所以NS等於0 那當I等於1的時候有沒有 它把它加 加在一起變1 所以NS變1之後 它2的時候呢 然後跟1相加變3 一直在推 有沒有 到99 所以NS就是最後加總結果 那所以如果我想要把最後結果 把它print出來的話 記得喔 你的print 你如果把它放在4回圈這個裡面 裡面指的是縮牌 你會發現它會怎麼樣 我們試一下 NS好了 假設 它會一直出來 對 它會變成這個回圈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 他說老師為什麼它會一直一直有這麼 因為你在這個回圈裡面 它會先把1 1就是NS裡面的值 3就是NS裡面的值 有沒有 它一直累加嘛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 不要一直做這件事的話 那記得你一定要back 到它的前面 因為如果你假設在它裡面 它就會只要跑一次就做一次 OK 記得這個一定要把它back 因為之前的同學常忘記 那我們就是在這邊加上什麼 加總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就加總冒號好了 然後這邊串一個 那當然如果我假設前面在一個敘述的文字 那因為NS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 對 什麼什麼形態的變數 S 對 那個E 整數啦 整數的變數 一樣嘛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這樣執行一定會發生錯誤啦 有沒有 一執行 typeL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是文字 那你這個是整數 兩個沒辦法串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要串在一起的話 那勢必要把什麼 NS轉換成文字 還記得 轉換成文字有沒有 ST 還記得吧 STR 錢瓜糊 貨瓜糊 這個很重要喔 這個算你要直覺反應 因為如果這個不會的話 以後你一定會常常卡住 因為形態錯誤這個是最容易發生的 好 執行一下 這邊就加總冒號4950 OK 應該沒問題吧 當然後面我還在講壞迴圈 你說那如果我今天不用4迴圈 我用壞迴圈怎麼寫 不過在寫這個之前 我希望改一下 如果我今天1到99 它有奇數跟偶數 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我希望奇數跟偶數 分別加總的話 分別加總 就是說你最後輸出 應該有兩個加總結果 一個是奇數加總 一個是偶數加總 那請問一下 這應該怎麼改 所以這個改應該也不難 因為會有兩個嘛 這邊是奇數嘛 所以如果兩個加總 我是建議你可以變成 一個ANS A好了 一個ANS B好了 A的話就是奇數的加總 一個是ANS B的話 那就是偶數的加總 那要怎麼樣分別加總 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那個1到99 先累加乘4 把它寫出來 OK 試試看 迴圈很重要 尤其是4迴圈用的比壞迴圈還要更多 所以4迴圈我是建議剛剛這個乘4 最好是可以 怎麼講 自己打一遍 OK 然後可以不要出錯 如果出錯的話 可能要重複打幾次 因為這個4迴圈很常被用到 因為後面的話 只要你要從外部取得資料 一定就是會用到迴圈 那迴圈裡面的話 通常會配合第二個單元講的邏輯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奇數跟偶數 那這個時候的話 當然我就可以在迴圈裡面加一個邏輯判斷 有沒有 那個邏輯判斷很簡單 就是判斷到底是奇數還是偶數 如果它是奇數為tru的時候 那就奇數加種 反之就是偶數加種 最後就可以把加種結果分別print出去 不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先把1加299先試著做做看 好看哦